大家好!我們這次收看的是安捏體育台 今天我們要去看籃球比賽 而且是一次就去看兩場 我們在去年的時候有拍了一集 Plus League 跟SBL觀眾人數的差異節目 過了一年之後 台灣的籃坦又多了一個T1的職業籃球聯盟 所以今天我們就決定要去看一下 這兩個聯盟的比賽 到底他們的觀眾人數差異有多少呢 開始前請先別忘了訂閱我們頻道 以及開小鈴鐺打開全部的通知喔 那我們就開始吧 今天的日期是1月15號 再等一下3點的時候是會有一場 台皮對上新北中信特攻的比賽 然後在5點的時候 是由新北國王對上富邦勇士隊 T1的這場比賽是新北中信特攻的主場 他們今年的主場是在新莊體育館 然後富邦勇士的主場就一樣 大家也是很熟悉的 和平籃球館 一個是在新北市 一個在台北市 所以我們就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喔 就是兩個聯盟在同一個城市都有比賽 而且是一前以後的比賽 而且這兩場比賽的對戰組合喔 也都會在聯盟中數一數二 而且人氣也都不錯的球隊 那現在時間是下午2點多 我們大家就要趕快出門去新莊 來去看一下這個新莊體育館的比賽 OK 那我們就出發吧 說到這個新莊體育館喔 我在大概七八年前的時候是還蠻常來的 那個時候是都來這邊看SBL的比賽 當時的一張門票是才100塊 那我可以看一整天 從早看到完 那這過程之中呢 你可以自由的進出喔 出去再進去是完全沒有人會理你的 反正就是一張票讓你看一整天 那從回就地喔 可以看到這個新莊體育館是 就是跟以前有點不太一樣了喔 那門口是有一些組場的旗幟喔 進到球場之後呢 很明顯的是一個 藍黃配色的一個組場顏色喔 新莊體育館呢 今年是由新北的中信特工 以及新北國王 兩個聯盟的兩支球隊的共用組場喔 那也剛好這兩個球隊的代表色呢 都是有黃色的元素 所以這個地板呢 就是一直都是黃色的 所以你來到新莊體育館呢 就會看到很明顯的黃色的地板 那主要的差異就是在四周圍的這個 圍欄的這個配色喔 好的那我們首先就很快也來看一下喔 T1的這一場台皮對上新北特工的比賽喔 到底進場人數大概會有多少人呢 我們可以看到在球員休息區後方的這個 一樓的看台喔 它這樣一個區塊喔 橫的大概是有15個座位喔 直的大概是有10排喔 所以一個小區塊大概就是150個座位 那總共這一區是有6個區塊喔 所以大概就是900人的座位數喔 那現場的觀眾人數看起來呢 是大概有一半左右啦 那900人的一半大概是450人 那另外在球員休息區對面的這個區塊喔 也就是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正下方的這個地方喔 那我現在是在二樓看台的最高點啦 所以看不到我這邊下面的一樓看台 到底有多少人啦 不過我們就比照對面一樓的這個人數就好了 我就當你也是一半的滿場率啦 所以一樓這個球場兩側看台喔 加起來大概是有900人左右 接著我們來看這個籃球架後方的這個區塊喔 那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 中信的patient sister 也是有來當這個中信特工的拉拉隊 那他們的休息區以及平常在表演的區塊 就是在籃架後方這個區塊 那這邊呢 中間兩個區塊是比較大塊的喔 他一排大概是有12個座位 那總共大概是有10排 那再加上左右兩個小區塊喔 這樣一區大概是350個座位 那這一區看起來就是還蠻零散的喔 感覺不到一半啦 所以這邊我就抓你個100人好了 接著我們看到另外一側喔 這一邊的觀眾人數看起來就比較多了喔 那這邊我就抓你個250人好了 那再加上剛剛的100人 350再加上一樓的900 這樣大概是1250了喔 然後接著我們來看到喔 我現在所在的二樓的這個位置喔 二樓放眼望去就是小貓兩三隻喔 在左右兩側喔 幾乎都是沒有觀眾的喔 只有在前後這兩區喔 有比較多一些這些的觀眾 那這邊的票價也是最便宜的 是200塊的票 那因為這邊的人數不多啦 所以我就直接抓你個50人就好了 所以再加上剛剛整個一樓所加起來的人數喔 這邊整場我預估是大概有1300位觀眾 那老實說啊 剛剛的一樓我實在是抓的有點滿啦 我覺得實在大概是1000人左右 可能還不到 好那這就是今天這一場比賽的觀眾人數 那新裝是還蠻難停車的啊 那交通也不是非常好 所以我剛剛來的時候是花了一點時間喔 所以抵達球場的時候是已經開始了一段時間 大概是在第二節的時候 好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來評估這個球賽是不是有賺錢的另外一個因素 就是廣告板位 你可以看到在這個球場的地板 其實四周的這個LED喔 四周的一些廣告板位沒有錯喔 可是除此之外呢在其他的地方就沒有太多的廣告贊助的板位 而且在剛剛看到這些板位裡面喔 有蠻多的都是他們主場的一些關係企業喔 看得出來真正有贊助的其實是不多喔 所以T1聯盟在招商這一塊是還可以再多多加油 那接著我們來看球場的設施喔 新裝體育館的球場正上方是有一個LED的螢幕喔 那這螢幕的高度大概就是 它的LED的底部就大概是對到我這個 二樓看台中間的一個位置 不過這個LED感覺是比較有一些歷史的喔 這個畫質並不是太清晰喔 看的時候是顆粒感還蠻重的 那在球場外呢是沒有看到任何的餐飲的攤販喔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也沒有在賣 不過還是有一些這個紀念品周邊的攤位 不過新裝這邊比較方便一點啦 就是如果你肚子或是口渴的話 你走出球場外就有蠻多的攤販啦 不管是吃的喝的都有 而且正對面就有一間便利商店 附近也蠻多賣便當的商家喔 所以在填飽肚子這部分喔 新裝體育館的地理位置其實是非常好的 那這場比賽呢主隊的中信特攻喔 是從頭領先到尾啊 主要的攻勢發動者大部分都是在A87手上喔 那台皮這邊主要是在蔣玉安這邊 而且台皮他們今天好像只有上場一名洋將喔 另外一名不知道為什麼都沒有出賽 那對比中信特攻他們全場都是兩個洋將在搭配A87 所以幾乎都只有三個洋將在上面在打 所以整場比賽幾乎都是中信特攻在壓著台皮在打 那很快的就到中場休息時間喔 令人蠻意外的是這個中場休息的20分鐘裡面喔 主場的中信特攻竟然是只安排了一個活動喔 而且在活動之前呢就是在 休息的20分鐘的前10分鐘多呢 是完全沒有活動的就是只有放背景音樂 然後你是真的可以休息走去外面吃東西的 這樣當然是有好有壞啦 缺點就是感覺這個整個節目這個秀的緊湊度差了一點 那優點當然就是你可以真的去填飽肚子這樣 那另外我們可以再看一下喔 球場兩端的籃架後面這個記者席喔 這場比賽的記者人數好像並不多喔 記者席都沒有坐滿 感覺也只有幾名攝影記者在這邊捕捉畫面而已 那記者的出席率喔 直接也可以關係到這個後續媒體的曝光度喔 那另外一個觀戰重點呢就是在啦啦隊的這個部分喔 中信特攻主場的啦啦隊呢 就是由中信的patient sister來擔任 那這場比賽是出動了8名啦啦隊的成員喔 在球場的左右兩端是各4位 不過因為我在2樓啊距離太遠了 那相機的螢幕又太小 我實在是認不出大概有誰來出席喔 不過回家剪輯的時候看大螢幕應該是可以看得出來是有誰啦 那由於時間的關係喔 我剛剛查了一下地圖喔 從新莊要到和平籃球館喔 車程大概也要半個小時喔 所以這場比賽我應該是看不完喔 我看到了第三集還沒打完已經快要5點了 等一下的比賽是5點開始喔 所以我等一下就要先去下一個比賽地點 好那我們現在就先來去下一場比賽地點 Let's go 好的我們花了一些時間喔 這個週末喔 台北市的交通真的是蠻恐怖的喔 現在進到了和平籃球館裡面喔 是第一節剛打完 第二節剛開始的時間 那還可以很明顯的看到喔 這個整個和平籃球館的觀眾數是 還蠻滿的喔 這座球場的滿場是6000人啦 那這樣子的人數我估計也有個5500以上的啦 接近滿座喔 尤其是在一樓的地方喔 幾乎都是全滿的啦 那只有在二樓的角落有一些比較零星的座位 那我也是已經知道這個富邦的比賽喔 幾乎都是場場爆滿一票籃球喔 所以這場比賽我是還蠻早就開始訂了喔 那既然是訂票呢 當然是要選一個比較好一點的座位喔 那哪個座位最好呢 那當然就是啦啦隊的前面是比較好的座位嘛 你說我對不對呢 那既然講到了啦啦隊喔 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富邦的啦啦隊喔 那富邦的啦啦隊一樣是跟他們棒球隊一樣 是採用了富邦Angels的啦啦隊 一場籃球比賽他們一樣是出動8位 那左右也是各4位 那由於今天是這個跟航空公司合作的這個主題日喔 所以他們富邦Angels啦啦隊是穿著一個比較特殊定制的一個服裝 有點空姐風格的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LED螢幕的部分喔 它螢幕的高度感覺是跟新裝體育館是差不多高的 不過看起來它上面的鋼索是還可以做調整的 感覺還可以再升高一些 所以這個體育館的整體高度呢 應該是比新裝體育館還要來的高喔 另外它這個LED螢幕的清晰度喔 很明顯的就比新裝的那個LED清晰很多喔 畫質十分的清楚喔 而且這個材質看起來也都不會受到燈光影響 會有反光的情況 所以不管你是在這個正中間或是左右兩側看喔 應該都還是會看的蠻清楚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廣告板位喔 後方在球場地板以及周圍的這個廣告板位 幾乎也都是蠻多的喔 藍框的緩充電以及藍板上面都有廣告板位的贊助喔 雖然還是有一些他們自家關係企業的廣告喔 不過比例看起來是比較少一點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球員休息區的兩邊喔 是都有放這個熱身腳踏車給球員使用 這個在新裝體育館就是沒有看到這部分的設施喔 然後在球員換人準備上場的地方喔 有一個小台子讓球員可以在那邊坐著等 而且上面有一個廣告板位 這部分是利用的蠻好的啦 也不用讓球員在準備要換人上場的時候 坐在地上或是蹲著在那邊等 那我覺得在這部分就感覺到 這個富邦這個主廠或是PLUS E這個聯盟了 對球員的照顧是真的有稍微用心一點喔 那在球場的外面呢是一樣有一些紀念品的攤位 以及一些贊助廠商的攤位 一樣是沒有販賣吃的東西喔 也許也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啦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這場比賽的記者席喔 幾乎是坐無虛席喔 而且除了一般的攝影記者之外 感覺也有一些文字以及網路的記者在現場 那從這邊就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就是媒體的熱度這部分 應該還是PLUS E的聲量會比T1來的好一些 另外在中場活動的部分喔 也是要說明一下喔 富邦勇士在組長的中場休息喔 是整個活動是還蠻緊湊的喔 感覺20分鐘都還不夠用 那這點我覺得他做得很好的是 你把活動填滿的話 就是觀眾會很快的就會回到座位上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現場的DJ這個部分喔 富邦的DJ感覺上是怎麼講呢 就是稍微有驚艷一點喔 就是他不管是在任何的PLAY或是在死球的時候 都會向現場的觀眾說明目前的狀況或是戰局 那當然進球的或是打火過的是誰 他也會announce出來啊 那這點我們在剛剛中英特工的主場喔 他一樣是有DJ這個角色 不過感覺上就是有一些比較特殊的時間點 他才會出來講一下話 感覺上他就是照著腳本上面講的啦 就是比較沒有這種臨場發揮 或是跟隨現場的節奏一起的 就是感覺上人場會稍微多一點 就不像富邦的主場這邊 他感覺上整場幾乎是沒有停下來的喔 就是他這個DJ是幾乎整場都在講話的 所以你進到球場上呢 你就會滿有參與感喔 你不會不知道現在場上到底發生什麼事喔 所以這一點是必須要稱讚這個富邦的主場這位DJ 好那我們回到球場上喔 這場比賽的戰況是由新北國王從頭領先到尾啊 組隊的富邦勇士是一直都在後面苦苦追趕的 不過整個球賽的內容是都還滿不錯的 都還滿緊湊的 兩隊的分差並沒有被拉開了很多啊 然後呢我剛剛在新章體育館的門票呢是200塊 二樓的座位 那這場比賽呢我是坐在一樓的這個算是熱區啦 那這邊的門票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好像600塊之類的 那我是說以這個價錢喔能夠有這麼近距離的觀看球賽的位置喔 我覺得是相當划算的喔 不過必須要說這個和平籃球館的缺點喔 因為他的座位坐起來都不是太舒服啊 如果你是頓位比較大的朋友的話 我會建議你一次買兩個座位喔 不然真的會坐起來很不舒服喔 雖然籃球比賽沒有看棒球那麼久喔 不過整場從頭看到尾也要兩個半小時跑不掉啊 好的我們看完比賽回來了喔 就是花了一整天喔跑了兩個地方喔 就是今天不是在坐車就是坐在場邊喔 對我的屁股是一個蠻大的考驗喔 而且全場我也沒有吃東西也沒喝東西 說實在是還蠻折磨的現在肚子超餓的 那最後我就是來分享一下 就是連續看了這個兩場比賽的一個心得喔 老實說喔 如果你沒有到現場看過籃球比賽喔 你純粹是在網路上看兩個聯盟的比賽 你應該會覺得兩邊的精彩度差不多 甚至你有可能會覺得T1的稍微精彩一些喔 因為在球場上T1目前的洋將人數 是比PLUSB還要多嘛 所以以比賽的強度來說喔 感覺上T1跟PLUSB應該是相上下 搞不好還會略隱一點喔 但是像我今天去到現場就馬上發現喔 這個場上的熱度是 沒辦法在同一個等級上面比較的喔 T1的這場比賽是由台皮對上新北中心特工喔 台皮算是老字號的球隊喔 正中也有目前的國家隊控位蔣玉安 中心特工這支球隊雖然是新球隊喔 不過他在網路上的聲量也做得蠻好的 再加上他的母企業也是大力的晶圓贊助嘛 所以他在今年球系的聲勢也是還蠻不錯的 這兩支算是名門球隊的對決喔 居然現場只有1000人的觀眾 那反觀PLUSB在富邦這場比賽喔 他面對的也是新球隊新北國王 但是他就是賣到蠻座了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台北市跟新北市太近了 就是大家可能會真的只會去選擇一場比賽去看的話 應該還是會去選擇富邦勇士的比賽 因為進場看前喔 球員在場上的表現當然是蠻重要的 不過現場觀眾更在乎的應該是整個氣氛氛圍靈造喔 T1在這一部分是還需要再多多加油的喔 那我去年也看了其他PLUSB的比賽喔 的確PLUSB的這幾支球隊喔 在整個主場氣氛營造上真的都是還蠻不錯的 不過我覺得T1也不用氣餒啦 因為畢竟是一個新成立的聯盟嘛 然後前面有一個PLUSB這個比較高的門檻在這邊 畢竟已經比我去年看SBL的時候 觀眾人數多太多了啦 我去看過SBL就知道了 那看起來大概就是小貓兩三隻 那再加上自己公司員工組成的獲人會 在那邊看比賽而已 你說真的是球迷然後去看SBL比賽的真是很少啊 好了那今天大概就是這樣 我要趕快先去找東西吃了 那今天我要問你也是 如果下次兩聯盟又在同一個城市有比賽的話 你會想去看哪一隊的比賽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喜歡我們節目請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並選擇接收全部的通知 按讚並分享你身邊所有關心體育的朋友 我是暗黑老王我們下次見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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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集 eight 點 第三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